香港現在就是局勢有點緊張 然後包括大學校內也發生警民的對峙的一些問題 香港的情勢已經一段時間 其實學校這邊都非常持續關心香港的情形 特別是我們在香港的交換生 然後我們也會注意那邊 當然其他的學生 台灣學生在那邊情況 我們也特別會關注 所以我們前段時間因為情勢變得更加緊張 尤其是一些衝突發生到校園 所以政府也安排學生回來 我們也積極聯絡我們的交換生 據我知道我們現在台大出去的交換生 多數都已經回來 然後學校都持續跟他們保持聯絡 然後我們昨天學校也有一個決定 就是對香港的現在處理辦法 是學期原則上就等於就不上實體課程 然後任何在香港的學生 他如果回來 他還希望能夠在課堂上繼續學習 那我們這邊都可以安排用學校的訪問生的方式 然後因為香港的情形會多久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也在規劃就是下一學期如果情形還會持續的話 我們還是歡迎香港那邊的學生 不管是我們台生到香港去 那甚至在那邊有需要協助的外籍生 那我們也會在這邊加以支援 讓他們來當訪問生 那至於還有一些姐妹校 他們需要我們協助 特別是把一部分的交換生希望能夠轉到台大來 那我們這邊也都表示歡迎 我們會盡量協助 這個困難時候 大家學校之間互相幫忙來解決這個問題 社會上本身的一些爭執 然後波及到校園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事情可以儘快過去 我們學校在這邊 因為香港很多學校是我們的姐妹校 那我們會在最大可能之內協助我們這些姐妹校 軍警進入校園這件事情 像之前有一些校長已經表態說就是 台灣這邊是 我們學校的規定就是除非經過校長同意 軍警是不可以進入校園 也是一個這樣的原則 不是原則是規定 我們一定會堅守這個 了解了解